啊我是什麼你知道嗎 火車便當小獅 呵呵呵 我去訓練我自帶球棒 好不好人家帶鋁棒帶木棒我帶肉棒 哈哈哈哈哈哈 一六零五二三喔 一六零五二三要注意一下這個六缸 六缸其實蠻會吃雞油的啦 然後一些機油開關啊油底殼的肉油啊 注意一下 然後那個 我剛剛有講變速箱嘛 然後有一些環保材質要注意啊 這次的日產仙草值得買嗎 我跟你講 期待一下 之後會有影片跟大家講值不值得買 有人說那個 去看二手車只能原地發動不能試車是 有這樣的賣法嗎 有啊一直都是這樣的賣法 我不知道其他有多少車商跟我們 店裡面一樣 那大部分的二手車行是 以前啊我不要講二手車行 以前我受到比較傳統的教育是 你去看車的時候 通常 如果業務覺得你沒有 太大的興趣或是 他覺得你可能 賣管理 好這一個術語 中古車行的術語賣管理 賣管理的時候你不能絕 不能絕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可能不會買 你可能只是來看看比較的來試試的 那可能他就 會用很多 理由不讓你試車 好 例如有的是跟你講說啊那個現在大牌 半停止不能開出去啦 好啊說 有的會說 除非你有意願要買要付定金價錢講好才可以試車啦 甚至有的說 政見要留著才可以試車啦 好或者是說要先前合約買了之後才可以試車啦 以前我們受到比較傳統的二手車的教育訓練是這樣啦 不能隨便給客人試車啦 好那但是在我們這邊 我是比較堅持 就算客人喔 有些客人 大部分客人相信我們喔 看完車子原地發動看完他就覺得說小事我要買了 但是我 我通常站在我的立場 我還是跟所有人員講說一定要讓客戶去試車 那相信如果線上有跟有來我們店裡看過的一定知道 我會跟客人講說你先試完再說 試完你覺得OK你再買 啊你試兩台試三台試五台試完了 你要回去考慮你就回去考慮 我是堅持說這個 我跟你說對不對 交女朋友 如果不能試試用的話 我是不會取的啦 好不好 這是我的堅持啦 還是要 大家 欸 啊大家不試看看怎麼知道興趣合不合 對不對 興趣 興趣合不合 好不好 對不對 總而是大家互相 別說 不要說我們再試你女生嘛 女生也要試我們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一人出一行啊 對不對 大家都不吃虧啊 一人出一樣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又沒有拗人家 多出一樣 手上一台05年25萬的Vios建議賣車商還是就換新比較好 我跟你講 視頻 我教你 欸視頻 你幹 我等一下要被人家說用大陸用語 不是喔 名字叫視頻 呵呵呵呵呵 你去營業所看新車 然後你叫他找車商來估 吼 你跟他說我就是要估比舊換新高我才要跟你買 我跟你講 我 我覺得你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你可能會處理比舊換新還好的價錢 但是我是沒收啦 吼 先跟你講 二十萬公里我可能就比較沒收了 神A2011不用啦 神A不管什麼年份都是神A不用注意 不要買他計程車就好了 呵呵呵 好不好 神A沒什麼要注意不要買他計程車 A3 Sportback 哪個年份的比較不會有變速箱的問題 沒意外的話 是第一批啦 可是 我跟你講喔 目前我我我我DSG的 買DSG的習慣 是這樣 除非車況特別好啦 那否則 買頭批跟最新的 吼 就第一批的DSG跟 最新的DSG 我我認為是比較 OK的 那像 像我那個 TiGuan有沒有 TiGuan那個第一批的DSG 他就是六速的嘛 我記得沒錯是六速的 那那時候六速的就比較沒有問題嘛 吼 那要你就買新一點的 啊你買在中間大概 111213 10111213 那個可能如果換成七速變速箱那一批感覺起來 我自己感覺起來經驗感覺起來好像毛病比較多一點 驗車蓋有ED燈只規定大燈嗎 什麼意思 喔你說方向燈那些嗎 方向燈那些我記得 那個只要你的燈的顏色是對的應該是可以 對 什麼條件才會跑到外線是孤車喔 目前 呃 目前啊有 比如說比較特殊的車子 那或者是像後面也有 兩三個在排隊就是他們的車想要捐出來做 愛心公益的 那我有可能會盡量 我會盡量抽時間自己去跑 那如果真的不行可能就是看泰山或柯P這樣子 不然以後再培養一個人專門跑外線市收愛心車 呵呵 收了一大堆賞上全部都愛心車 靠一下 欸我們這個月還沒做愛心喔 有一個在台中說要捐 那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約 最近剛好辦公室在搬 然後比較忙一點 對啊最近剛好事情有點雜有點多 事實說我也沒有嫌過 永遠的話事情就是很雜很多 14的1250跟15的528i 我會偏好哪台車為什麼 我坦白說兩台我都不是很喜歡 對可是硬要選好難選 我可能會選ecar吧 ecar比較我覺得 因為這個等級 我覺得這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這樣 既然已經選到ecar跟5字頭 那代表你要的是有一點點豪車嘛 中大型房車的那種感覺的時候 那你去選bmw的那個型 看起來又有點像跟三系列相去不遠 所以我覺得他要霸氣沒那麼霸氣 要年輕呢又沒那麼年輕 所以我會選ecar 好我是考慮到 如果選到中大型豪車 那我們可能要需要的是一點點豪華跟氣派的感覺 那我可能會選ecar 欸七哥來啦七哥來啦 跟七哥打一下招呼好不好 我們小汽車觀點的七哥好不好 我講過了 七哥是我心中對不對 公認我自認啦不是公認 哦 老車活字典 真的 而且老車活字典 當我還是素人的時候問他問題他竟然回答我 我那感動快哭了你知道嗎 欸你有想像過 現在有FB有IG的時代 你傳訊息給劉德華 沒叫劉德華回你了 你敢不敢動 真的 我不敢動 欸不敢亂動 沒有啦我真的很感動 欸以前在電視上才能看到七哥在那邊 對不對 哦介紹車子汽車節目有沒有 專業車評 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人欸 然後我們傳訊息給他 問他問題問他老車問題他竟然回答我們 超感動的好不好 所以七哥的那個YouTuber 大家也可以去訂閱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我我我偷偷跟大家講 不是每個車評的頻道我都有訂閱 但是七哥我老早就訂閱 我還沒有做YouTuber之前 七哥我已經先訂閱 定起來好不好 我覺得現在這種網路媒體的時代 真的有時候我想一想會很感動 你看像我們職棒球員 抱著腿方旭勇 啊不是方長勇對不對 既然我們有機會在線上 跟他互動 還來看我們直播 我也快哭了你知道嗎 你能想像在我的年紀 就是怎樣 我現在在開直播 然後郭富城上來留言 你知道嗎 你看現在那個長勇兄上來留言 就很像我在我的直播看到郭富城上來留言 差不多的感動你知道嗎 啊小七哥是劉德華那種感動 真的啦我覺得是真的是蠻感動的 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 也要幫他們訂閱一波啦 對不對你看 就像對如果波多也結衣上來 對不對 哇那我跟妳講那不是感動而已 那我現場我就哭給妳看了啦 好不好 小師哥開的車有保險嗎 有啊我們都有保險啊 我們這一邊齁 全部的員工都有保險 工作職災或者是你開車在交通外面的第三責任險 我們公司的每個員工我們都有 我自己當然也有啊 當然也有保險 F30有什麼通病嗎 其實我覺得 B&W的車我坦白說 B&W的車我開到現在齁 認真講 我覺得真的都是那些老問題而已啦 我坦白說啦 就是機油的問題比較多啦 不管我剛剛因為很多人會問類似的問題 那其實舉房我覺得就是了不起就是肉油 或是吃一些機油 可能越吃越大這樣 越老吃越大 所以你F30的話 你買就是年份買新一點當然是最好啊 也沒有一定什麼哪個年份比較好 因為遲早都會遇到差不多相同的問題 最近為什麼不拿小愛拍片呢 因為我覺得我想要買一支擰針的 可是又買不起 呵呵我在存錢看能不能買一支擰針 我跟你講啊 我們在做事情喔 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 我要就是要緊繃 所以我很想要買一支真的那種有沒有 那種擰針的那一支一二十萬那一種 下一次你們如果再看到我用一樣的題材的時候 我跟你講絕對就不會是小愛 真的 要不然齁 如果擰針的我買不起有沒有 我就請一個真的來 呵呵呵呵呵 欸欸 泰山 請真的好像比擰針的便宜喔 對不對發通告給人家對不對 欸有沒有道理 要不然擰針的一支就長那個樣子也不能換啊對不對 可以換頭嗎不行嘛 對啊 要找擰針的不如找一支針的 欸直接發針人來就好了 也不錯 哪裡可以看到我賣場的車有兩個 一個是FB喔 FB 雖然比較亂 而且常常不知道賣掉了沒 那你可以去搜尋小師的部落格 好 幾克邦的部落格 裡面也會更新 都看得到 經營中午車方式是對的 期待自己開一家汽車醫美 是我 幻想中的一條龍服務 不是 這個我跟你講不是說是你幻想 事情 這個不是你幻想中的一條龍服務 是我從進這一行開始幻想到現在還在幻想 我覺得我現在還不是完全體 你知道嗎 齁 我現在的變身還不是完全體 我覺得那個完全體 離我的夢想還有段路 但是我夢想覺得有點 不切實際要花很多錢 我甚至 我現在我還覺得我這邊如果有來過 坦白說 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環境沒有那麼優美 我們這就是 大賣場 然後擠的都是車這樣 那也稱不上有什麼高規格的辦公室啊 展間啊 沒有 真的就跟他露名單 欸謝謝Vic 啊我的 當然我未來的期待是希望能夠給大家一個更舒適 像展間那種很漂亮的那種 落地玻璃 黑絲 哇哈根大絲 齁 你要咖啡還是要厚片薄片齁 加長型 夜用型都可以選 齁 要花生口味的 對不對齁 加長型 草莓醬口味齁 齁 你都可以選 齁啊冰淇淋 看你是要哈根達絲齁 齁還是媽 聖石 聖石是什麼 什麼Lock 齁那個冰淇淋叫什麼 每次去那個賣場都會給你抽轉盤 那個叫什麼冰淇淋 是不是叫聖石 齁 酷斯洞嘛對不對 酷斯洞對不對 齁還是你要吃嗎 小美冰淇淋 小美冰淇淋 齁我們都有 我 然後另外 還要有一個 汽車博物館 就是把我自己收藏 自己很喜歡的車 整理的漂亮亮亮 放在博物館裡面 給大家參觀 如果我在死前 能夠完成這個夢想 我想 我可能死而無憾 所以在夢想完成前 我會盡量活著 哈哈哈哈哈哈 ST可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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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ST還是ST Lite 現在AMG跟MG Lite不一樣 ST跟ST Lite不一樣 齁 這個 M M M什麼 M是POR 齁 跟真正的M Performance 不一樣 好不好 小師哥會受心象懷念嗎 嘎啦 文達你真的是忠實的觀眾 你怎麼知道心象 我那個時候叫做MI16 會 我有遇到車況好 我一定會買MI16 甚至我也很想買這個 JUSTY 大慶的JUSTY 還有中華多利800 我也會想買 可是還沒遇到 遇到我會買 好不好 我很喜歡多利 欸 盈廷姐來了欸 欸 來來來 喔 大哥盈廷姐 說聲晚安 盈廷姐吃飽了沒啊 哇 這麼難得 我大概一年 裡面只看到盈廷姐 來看我一次而已 哈哈哈哈 呃 大家問 問候一下 問候一下 有沒有 大家都盈廷姐 你看金燙號金燙號 有沒有 訂閱起來啊 哈哈 你才解 你全家都解 欸 你們自己齁 靠斬斬欸 我叫姐可以 你們 要叫妹妹好不好 哈哈哈哈 喔不是啦 我要叫妹妹啦 我要叫妹妹啦 你們自己 依你們的年紀 依你們 會不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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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斟酌 要叫姐還是叫妹 好不好 你們自己斟酌啦 中導你說他本人很漂亮 意思是怎樣 電視上怎樣 中導你怎麼說話沒有啦 你這樣搞不就越朋友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他本人很漂亮 意思是電視沒有拍好 還是怎樣 哈哈哈哈 講話要講清楚喔 我跟你講 現在套路很深的 我跟你講 欸 真的大家都叫姐 怎麼辦 不是我害的喔 不是我害的喔 我是叫妹啦 我要叫妹啦 我是真的比較大 這我一直都有承認 好不好 本人電視都一樣正 我害的 呵呵呵呵呵呵 我沒有啦 我要叫妹妹 你們自己斟酌一下啦 好不好 都叫人家姐 對啊 你看 我們急助兄 都會說話 美女妹妹 對不對 我不行啦 對對對 我是都每次都帶風向 我都故意帶風向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都故意帶風向 叫瑩玲姐 欸我好像有個案例 欸對 400個朋友齁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兩天也遇到一個案例齁 我們的 我在這邊再解釋一次 因為有 有一些心境的朋友不曉得 我們FB的粉絲專頁為什麼小絲都不打價錢齁 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如果直接把價錢打上去對我來講是比較輕鬆的 因為我只要寫幾年什麼車照片PO一PO 然後比如說賣35萬 我PO上去 我就不用很平凡一直在那邊回訊息 我訊息其實回得很煩很累 所以說我其實可以直接把價錢打出來就好了 但是我有之前直播還是有跟大家講過就是 為什麼要去讓大家私訊這樣問是要粉絲專頁上面有一個互動 我不想要粉絲專頁變成一些 大家在外面看到一些FB的粉絲專頁齁 可能他追蹤按讚訂閱人數很多 然後事實上你每一次一個貼文就他五個讚十個讚 留言兩折一折 搞不好還自己的親朋好友上去你吃飽嗎 那我覺得那樣子的一個粉絲專頁很不活潑 然後沒有跟觀眾朋友跟我們的這個客人朋友都沒有互動 我覺得那個粉絲頁就死氣沉沉的 那我覺得用這種私訊的方式 然後讓互動多一點 而且其實第二個是可能FB的一些他在推播上面 然後多的互動可能對於推播來講是會比較好的 所以我才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可是因為我最近又開始收到一些粉絲專頁的消費者 給我傳一些訊息跟我講說 很多人他會在上面留言說 私訊私訊私訊 比如說在一台Focus下面他留言 可是會有其他的車商去私訊他 那我有一個客戶 就因為這樣有一點買賣糾紛回來問我 我說我不管 你在我的粉絲專頁 被人家拉走去跟人家買了 然後你有問題你回來問我怎麼辦 不好意思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人再怎麼好 再怎麼教大家防範 什麼二手車不要受騙 但是對於這種我的人構成我沒辦法 當過我馬子的又出去交別的 再回來我一定是不要的 我是這種人 我是有道德潔癖的人 也因為我有道德潔癖 所以我才用小師汽車商行這種做生意的方式 一直都是用很正派的經營到現在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有道德潔癖 好不好 所以我是在這邊提醒一下 就是我不是說你只能跟我買 只是說你如果在我這邊 然後你在TID下面留言 然後有人傳的TID照片給你是別的車商 那你去跟他看車OK 那都是你的自由 好不好 因為有其他車商看我們的這個互動很頻繁 他就會上來挖客人 那其實不只一次我有收到消費者這樣反饋 說很多同行都傳照片給他 那大部分是都沒有事情 我也是跟他們講說那你自己注意 你想去看你就去看 那我是不負責的 那是第一次 最近是第一次有這種成交 而且糾紛的案例發生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要注意要留意一下好不好 你可以不要跟我買沒關係 但是你要注意 因為你們看我直播這樣跟大家分享 影片跟大家分享那麼多了 對啊你不注意我也沒辦法 泰山很難講精華 對 減精華 對很難減 我跟你講泰山什麼什麼level 他有在減精華 他精華都菜鳥在減 你知道進小事汽車媒體部 他媽從哪裡開始 從減精華開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你平妹晚安 謝謝你上來看我 謝謝謝謝 今天這樣 你看重心雲集 八方雲集 交車送一桶油 沒有啦 急助兄 我們交車原本 油箱都是加滿的啊 這個從小事開業開始 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 我是常在跟大家分享 我說台灣人很奇怪 台灣人他說 我交給你車不管新車舊車 不能加滿油的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加滿油了 顧客會覺得說你是因為賺他的錢夠多 所以你才把油加給他 這樣會讓人家覺得買的不夠便宜 我比較不一樣 我就是有賺錢我才會賣你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算我是多賺了你一桶油而錢 然後我幫你加進去把它交給你 那至少我覺得感覺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應該啦 我一定會賺錢啊 對不對 我沒有賺錢我會買你 對不對 所以我有賺錢啊 我有賺到那桶油的錢 但是我願意花這個時間 這個精神 這個服務的態度 幫你們把油加滿的再交給你 因為我希望體現一個 從小事這邊牽出去的車 你直接就是用 你就是要用 用到五千公里保養這樣 沒五千公里保養 不要一出去啊 媽要先去換油啟動保固 對不對 要先去加油站加油 還要先去弄一個什麼東西 還要先去媽先去保養 有的要先去換皮帶 我賣你很便宜啦 不然這樣好了啦 我買你有夠燙的啦 不然回去你買回去你自己保養做一下 我就不幫你做了 你回去汽油自己加一下 皮帶自己換一下 好不好 啊電瓶我也沒錢幫你換 現在還好的 啊不然你回去你要換錢 你自己去換我 我賣你很便宜 喔我買你有夠燙 燙到靠北我都沒賺錢啦 啊你要幫我介紹客喔 好不好 啊記得要幫我介紹朋友來 因為我真的賣 賣給你好便宜 我都快脫褲子喔 了錢 啊好啦 交朋友交朋友啦 好不好齁 大家交個朋友啦 啊記得下次幫我帶客人來好不好 對 在台灣有時候他們喜歡 賣東西喜歡這樣子 我之前去看房子 然後我看看看完 然後欸要談價錢了 你知道嗎 啊我先假設啦 齁他說 1500萬 齁假設1500萬的 假設1500萬房子 然後說啊 詩先生 這樣啦齁 欸不然這樣 我這樣1500已經算你很便宜了啦 不然這樣 我跟你講 剛好後面那一桌齁 是也是跟你一樣齁 在看同一棟的啦齁 那不然這樣 你們齁就說你們是朋友 然後你們來團購 然後我幫你去跟主管 講一個團購好一點的價錢 你看這樣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說好不用講了 我要走了 我就走了 我就走了 真的真的真的 欸 不要用這種 話術給我嘛 什麼叫做 我不認識後面那桌啊 然後他說 你們假裝認識 然後我去跟經理說 跟主管說 你們是團購 然後再幫你們殺低一點 幹的 你當作我第一天出社會喔 我聽得很賭氣的 你知道嗎 我馬上我就說好 那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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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用了 欸我說不用了 我回去再想一下 我就走了 齁 不要說沒給他抬接一下 因為我很討厭 聽人家那種話術 很累 很累 真的很累 很堵 很堵啦 講說 對啊幹 你這媽當我 當我第一天出社會 什麼團購啦 什麼 那媽有過陽春的好不好 很陽春啦 很陽春啦 我覺得那種話術 真的超陽春的 那個媽聽得真的是 很不舒服 所以我也算OK 哈哈哈哈 所以我也算OK啦 應該是這樣講 我可能也是OK吧 對啊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我想要把 我自己出去買東西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簡單化啦 所以我自己賣東西 我也覺得 東西越來越簡單越好 真的越簡單越好 不要太複雜 複雜大家都累 不是啊 買賣不就很簡單嗎 衝到複雜 很累 不過我覺得還是 我相信有些人 有些人 會聽這種銷售方式 我覺得還是有些人會聽 分享話術 幹我就不會話術 叫我分享話術 我雖然不會講話術 但是我一聽 我會知道 那個是話術 哈哈哈哈 哈 是不是這樣說 對不對 我雖然是不喜歡人家話術 我可是 我不會講 可是我 我至少我聽得出來吧 最好是可以造冊啦 出書就對了 真的啦 真的啦 我喜歡 我喜歡簡單就好了 我去買 218的時候 也是這樣嘛 雖然那個是朋友啦 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這一行 也不會去話術那麼多 那我覺得就很輕鬆啊 我去看一看 我也沒試試 他問我要不要試開 我說不用啊 然後 我就去 他就說那 小師你覺得多少錢 我說 不是我覺得多少錢 我說啊你就看你覺得 也不要說 我要跟你 創得不賤錢 你就覺得你能做的 你就給我一個數字就好了 他就好 他就幾萬就跟我講 我就好 就買了 就是這樣啊 那麼複雜幹嘛 人家通常 正常的狀況是 人家已經給你一個 比如說啊 便宜你10萬 然後你還在往下挖 你如果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對不對 他都已經講10萬了 代表他還留一點空間 所以你還可以再往下再挖一點 有沒有 所以殺價的技術是這樣 比如說你從 一定要越來越少 你知道嗎 顧客第一次殺價 比如說你給他3萬 然後他再殺的時候 你要比3萬少 比如說剩下15000 在第三次的時候 要剩7500 大概一半一半 到最後3000 2000 1000說真的不行了 1000好不好 500好不好 好要越來越少 金額要越來越低 那這樣客戶才會覺得說 啊你真的啊 你真的到底 真的不行了 真的捅不進去了 到底了 沒講幹話都不捧場 最好惜啊 來現場 有來現場看車的 我們也沒有再跟他講幹話好不好 我們都很認真喔 講幹話是不會啦 不行不行 其實喔有來現場 我講到這個喔 有一些來現場的 朋友啊消費者可能會 有時候會失望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失望 因為覺得說 來這邊遇到小師 就是講話好像不是平常他們在螢幕裡面看到的小師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不能這樣嘛 我們該認真 人家 因為人家畢竟來了 是要拿他存了很久的錢也好 或者是說 來買一個單價不低的東西也好 我們不能跟人家 太開玩笑 我是這樣啦 我覺得 對啊開玩笑還是要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那個叫什麼 底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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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底線還是要有的 你不是說隨便亂開玩笑 人家來 花那麼多錢 來跟你買東西 你跟他在那邊講幹話啦 底線這樣也不太行 對不對 客人先對我幹話 我會啟動嗎 不是啦 那個當然如果不是講正式 聊天開幹 OK啊 對啊 啊你如果 如果人家很認真在問你一些 車子的比較專業的東西啊 在買東西的一些 手續啊 規則怎麼辦 流程 你當然要很認真跟人家講 其實你們如果有看我之前去高雄 咕 B&W那個影片 我交車的時候就是蠻認真的 我真的就很認真一樣一樣講 所以很多看影片說 哇這一段好無聊啊 快轉什麼什麼 對啊沒有錯啊 所以我有叫 叫阿呆要快轉 因為那個真的是 你很認真在講解一些東西 本來就是比較 很像在上課你知道嗎 看起來就無聊耶 可是我真的是 因為我要把一個東西交給你 我要灌輸給你一些知識跟常識 所以我覺得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很認真 W124比較好顧 W124的結構比較簡單 那210其實是蠻初期 開始有一些電子零件開始正要介入 要介入不介入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小毛病蠻多的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W124是比較好照顧的 而且也比較經典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 好不好 雙離合器變速箱注意什麼 避免太早下課 不要扮離合啊 不要扮離合 就是油門要踩不踩 或煞車要踩不踩 你要嘛就是煞車踩 油門放煞車踩 要嘛就是油門踩煞車放 這廢話對不對 可是我要講的是不要 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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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開車的習慣嘛 習慣 油門扔一下 扔一下 啊這種 它電腦造成那個離合器的判斷不準確 那頻繁的這種 一直在摩摩摩摩擦那個離合器片的狀況 那就會容易比較比較容易故障 隔音調常人有法自己安裝嗎 我覺得某些部位不好裝 而且它清潔要清潔得很乾淨 雖然他們都有一些影片在教學 那如果你自己覺得沒有把握的話 建議還是花一點點錢給他裝 然後可以去店裡裝征服者嗎 你可能要直接找他們的官網 然後直接去他們的配合的店裡面去 去安裝就好了好不好 然後替打變速箱掛了 維修價位多少 大概兩萬五千塊左右 兩萬五千塊左右 唱一段歌再 我不知道要唱什麼 我小心啊 好大家晚安了 大家晚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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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